好 各位觀眾帶你們來關心一下 康瑞颱風的最新情形 可以看到現在的首載位置 就在台東市的北南西出海口 可以看到隨著康瑞颱風 已經登入到台灣了 台東也是首當其兇 可以看到風勢跟雨勢 明顯都已經加劇了 可以看到現場的陣風 其實不時吹起這個超大型的陣風 也讓記者所在位置 其實站都快要站不穩了 不時吹起的陣風 甚至是有把這個記者 很快要吹到旁邊的部分 而其實往後面看 其實可以看到 這個海浪的高度 也是層層的掀起那個姿勢 不過可以看到的是 現在的這個海浪直逼 這個十公尺這麼高 不時之外 其實可以看到沿途的路數 又是相繼東島西歪的一個情形 其實根據我們剛剛從外圍 進來到這個路程 不時看到這個樹的路 已經全面都被吹倒了 並且還有這個飄乳墓在這個 馬路中央擋住這個序路 可以看到的是 現在的記者所在位置 其實就在這個 台東人很常舉辦這個 馬拉松的活水旅行這邊 但是可以看到現在一個人都沒有 因為風勢雨勢 真的隨著這個颱風到來 而增長得非常非常劇烈 而且明顯 平常的一些民眾呢 這個颱風 其實到這個下午到晚上 都是持續會汽扰到台灣 暴風半徑也會持續籠罩的階段 民眾千萬不要到海邊來觀浪 或者來吸吸 將是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形